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在2017年至少有9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公、检、法、私部门已莫须有罪名判刑 78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诊899长,其中律师为法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503长,大约76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和撤诉 1、9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根据明会网信息统计 全年97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非法判刑便及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排名前10位的省份 一次是辽宁175人、山东108人、吉林80人、四川63人、黑龙江62人、河北53人、河南52人、广东50人、湖北35人、北京34人、江苏30人 参与非法判刑的城市有196个,判刑10人以上的城市有20个,迫害最严重的城市 一次是大连48人、长春39人、青岛39人、哈尔滨22人、沈阳20人、朝阳19人、成都16人、州口14人、银口13人、保定12人、武汉12人 一、控告江泽民37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 2015年5月、习近平新政提出口、有案毕利、有速毕利RDQUO 后、法轮功学员10名、依法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两高部但没能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利 相反、获得举报人名单的当的迫害法轮功的LDQUO-6102高办公室对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报复、骚扰、抓人、非法判刑案例不断 据明慧王统计2017年有37名法轮功学员因控告江泽民被非法判刑 如辽宁大连王书邦被非法判七年办 大连的孙俊和张霞夫妇分别 被判七年两个月和七年五个月 辽宁朝养州书环被判七年重刑 沈阳孙德坤一家三口因素江 而被非法判刑沈阳皇姑驱罚 轮功学员孙德坤 妻子刑安梅 女儿孙英英 因为起诉员兄江泽民 遭报复性迫害 孙德坤被误判 二年六个月 罚款一末元 孙英英被非法强制管交一年间外 罚款二千元 刑安梅被大东区法院秘密判刑一年 并罚款五千元 在沈阳市看守所 刑安梅被打 被灌药 被关小屋 酷刑迫害 至今神市场 孙德坤全家左起 前排孙德坤 刑安梅 后排女儿孙英英 儿子孙英南 明慧网 二 社会精英遭冤判中共迫害之前 中国大陆的主流社会人士中 有很多人修建法轮功 包括中共高层政府官员 军队将军 政法系统 教育界 医学界 科技界等社会各界精英人士 1999年7月20日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对这些人大肆迫害 下面是2017年被非法审判的部分社会精英人士 优秀女教师孙敏 2017年7月 安山市立山区法院 乌坦辽宁省 安山市优秀女教师 法轮功 学员孙敏 七年半 孙敏老师 明慧网孙敏获得的荣誉证书 明慧网 ADSBYG LUGO 等于WINDOW ADSBYGOGOGLE BUSH 现年50岁的孙敏 曾是安山市第七中学的一名老师 曾获得省级的科研项目 诸有国家级科研论文 他的教案 科建等 获得一等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等十多项殊荣 是一名难得的教育界优秀人才 2016年6月28日 孙敏被安山市公安国保大队警察绑架 共计六墨原人民帝被抄走 2017年2月17日 他被非法庭审 法院对孙敏聘请的湖南律师 百般刁难和阻挠 律师愤然离庭后说 LDQUO 没有见到这样野蛮的庭审 真是文所未文 我做法官 20年 做律师10年 大大小小的庭审 也参加了几百个 甚至近千个 从未见过这样的庭审 真让我大开眼界了 太没有底线了 这次所谓庭审是违法的 是不被承认的 我也不会给这种法庭 教石魔辩护词 RICO律师先后 到丽山区政法委 检察院 对法官王一涵的独职行为 做了控告 中医师邵成洛 2017年11月10日 山东中医师邵成洛 曾遭十年冤狱 百种酷刑 又被判刑九年 邵成洛 明慧往山东青岛市城 阳区 刘亭赵村 63岁的法轮功 学员邵成洛 曾被非法劳教三年 被非法判刑七年 在山东王村劳教所 山东圣男子监狱 早射了上百种酷刑 手指被强行折断 左脚大指被砸断 出冤狱时 一身伤惨 体重只有45公斤 已不能行走 于2017年11月10日 他又被非法判刑九年 详情剑大纪 冤报道 冤狱10年 遭百种酷刑老中医 在被冤判九年 受迫害的精英人 是还包括 2017年8月11日 毕业于天津大学的杨红 和毕业于人民 大学经贸专业的妻子 江雅辉夫妇 均被非法判刑六年 杨红毕业 于天津大学内 燃机专业 明慧网 江雅辉毕业于人民 大学经贸专业 明慧网 2017年7月 吉林省松原市地震局复局 常理乐平被判刑七年 2017年10月 新疆克拉玛医师医学博士 贺江海被冤判五年 2017年10月 山东东营圣壁油田高级工程 石油云生 被判刑三年半 2017年12月26日 广东省乐昌市 法轮功 学员梁建军教师 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广东省乐昌市 法轮功 学员 梁建军教师 明慧网深圳科技精英 冯少勇博士和电脑软体专家 陈泽奇 于2017年12月1日 被非法庭审详情 建大纪 原报道 被关押于四百天 深圳两科技精英 遭非法庭审 河北省唐刚 即以控除高级工程 石王亚新女 施于12月26日 被非法庭审 他们均面临非法判刑 2、遭非法罚金 抄家勒索 S-Badudo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BUSH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 2017年有262名法轮功学员 被非法判刑 且遭中共法庭和警察 敲诈勒索现金 316墨三千多元人民币 其中 法庭非法罚金 246墨4千元 警察吵架抢劫勒索69墨9千多元 经济迫害遍及中国大陆 29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敲诈勒索10墨元以上的省份 依次为 辽宁60万9960元 黑龙江57万8千元 山东514 000元 吉林 26万8千元 河北 21万9千元 湖北18万2千元 福建 17万元 四川11万9千元 北京10万1千元 敲诈勒索最严重的城市 是哈尔滨 被勒索共计41万元 哈尔滨12位法轮功学员 被重判重罚 罚金 38墨 哈尔滨市 12名法轮功 学员石湘云 朱丰英 赵熙如 魏旭望 贾燕灵 包义 刘军 任秀英 孔庆燕 吴熙 张树霞 杨齐纪 于2017年12月14日 被哈尔滨松北区法院非法判刑 判期从一年至八年 罚金从两末至五末不等 石湘云被非法判刑八年 罚金五末 朱凤英被非法判刑七年六个月 罚金四末元 赵熙如七年 罚金四末元 魏旭望五年六个月 罚金四末元 贾燕灵五年 罚金三末元 罚金三末元 刘军五年 罚金三末元 任秀英四年六个月 罚金三末元 孔庆燕四年 罚金三末元 吴熙三年 罚金两末元 张树霞三年 罚金两末元 杨齐纪一年六个月 罚金两末元 其中石湘云 魏旭望 朱凤英 赵熙如 包义 刘军 任秀英 杨齐纪 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任秀英 杨齐纪 居年过七十岁 详情建大纪元 报道 新年前哈尔滨 12名法轮工学员 被非法判刑 3 非法庭审897长 明会网信息统计 2017年 784 明法轮工学员 被非法庭审899长 非法庭审便及 29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非法庭审最多的省份 依次为 辽宁 164人 山东89人 吉林 71人 河北69人 黑龙 江64人 四川54人 广东50人 湖北42人 河南35人 陕西32人 北京30人 天津30人 庭审迫害最严重的省份 是辽宁 山东 吉林 河北 黑龙江 非法庭审便及 159个城市 其中 最多庭审人数的城市 依次为 青岛四陵人 大连35人 长春32人 哈尔滨23人 朝阳22人 武汉19人 西安17人 银口16人 锦州15人 保定15人 据统计 2017年 中共法院对法轮工学员的 非法庭审中 中共怕恶行曝光 至少在86场庭审中 Otco 610 Otco 法庭公开威胁 阻止律师 家属违法 轮工学员 做无罪辩护 有的开庭不让律师说话 有的拒绝律师入法庭 有三名律师被辞退 有四名律师被当庭驱逐出庭 有三位律师被殴党 以及两名律师被责骂等 对律师的当事人 中共更是灭绝人性地庭审迫害 见下例 绝食70天 法轮工学员 被锁蝶龙入庭 非法受审 2017年12月8日上午10点左右 河北雄县法院 非法庭 审法 轮工 学员杜赫先 他因抗议迫害绝食70多天 被灌食之未出庭 身体虚弱 被灌进蝶龙子推进法庭 庭审中几次昏迷 中共酷刑迫害 是意图 蝶龙子 明慧往庭审开始不久 杜赫先突然口吐鲜血 法庭暂时休庭 他被推出法庭击分钟后 又被推进来 法庭继续开庭 大约10分钟左右 杜赫先在现昏迷状态 他的律师对法官说 当事人的意识不清 无法询问 应当休庭 并对他进行治疗 法官让随行医生对他诊室 医生说LDQUO 他手在抽抖 可能还有点一时吧 Ricco发官又继续询问 详情见大纪元报道 绝食70篇 法轮功学员 被锁迭龙入庭 非法受审 4.律师无罪辩护 在2017年律师 至少违法轮功学员 做无罪 辩护503常 律师们认为 修建法轮功合法 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游行 示威的自由 继续